哈囉大家好我是蒟若 這次要來跟大家分享史上最霹靂無敵的種族歧視 1993年美國推出了一部風靡大街小巷的影集 叫做Mighty Morphin Power Rangers 在台灣我們翻譯成金剛戰士 有看過這部影集的人呢 基本上年紀都應該蠻大的 這部影集主要是在講六個被隨機選中的高中生 因為獲得了可以變身的超能力 所以變成了金剛戰士 而他們的任務就是負責打敗幽冥女王的手下 維持地球的和平聽起來再審常不過了 不過在初期的時候只有五位金剛戰士 另一位是改邪歸正後才加入的 劇主也為了公平性 將這五人巧妙的分成三男兩女 三個男生裡面還分別有白人、印第安人還有黑人 兩個女生也分別有白人還有亞洲人 完全符合了種族還有性別平等的原則 就像電影異級玩家一樣免得被觀眾講話 不過搞笑的地方來了 身為隊長的紅衣戰士就這麼剛好是印第安人 因為紅色就是美國原住民的代表色 紅番 而粉紅戰士是白人女性 藍衣戰士是白人男性 粉紅色就是女生 藍色就是男生 簡直就是把他們兩個搞得跟廁所標誌一樣 那黑衣戰士還用講嗎 沒錯還真的就是個黑人 而黃衣戰士也是一樣 剛好就是黃種的亞洲女性 真的是很標準的刻板印象 扣掉他們的衣服顏色不講 其他還有哪些詭異的地方呢 第一金剛戰士的領導人是男人 而反派的領導人是幽冥女王 所以男人就是好人、女人就是壞人 第二小幫手機器人的頭有點類似一頂墨西哥帽 而且他個子很小口頭才是 哎呀呀呀 根本就是嘲諷當時的墨西哥人 所以墨西哥人就是營養不良 只能當美國人的跟班 第三黃衣戰士在駕駛機器人的時候 常常會出現失控的問題 因為美國人普遍覺得 亞洲女生就是不會開車 即使擁有了超能力也是馬路三寶 第四只要黑衣戰士一登場 一定會先跳一段舞才會開始戰鬥 不要忘記當時剛好就是 Michael Jackson正紅的時候 所以黑人就是愛跳舞 第六位綠衣戰士其實一開始是 幽靈女王所創造出來的 是個反派的角色 而全世界所有伊斯蘭國教的國旗 高達八成都有綠色在裡面 舉例給大家看 阿富汗 孟加拉 亞塞拜然 甘比亞 利比亞 馬爾蒂夫 毛利塔尼亞 巴基斯坦 沙烏地阿拉伯 土富曼 所以伊斯蘭教就是恐怖份子 還有另外一種說法 綠色也是猶太人的代表色 因為美超就是綠色的 所以猶太人就是眼裡只有錢的壞人 第六 綠衣戰士後來改邪歸正 變成了裡面最強的白衣戰士 取代了紅衣戰士成為了新的隊長 各位聽得懂嗎 原本的隊長是印第安人 後來被白人所取代 有沒有覺得這故事聽起來很耳熟 第七 當白衣戰士變身成忍者狀態時 真的和3K檔有幾分神似 尤其是每次白衣戰士登場的時候 都要大喊一聲 WHITE POWER 好像怕人家不知道白人很屌一樣 不管這劇組是故意的還是無心的 整部影集所有的巧合 真的也他媽太巧了 而且當時竟然都沒有人發現 就這樣子給他演了三年 所以在2017年重拍的金剛戰士電影版裡 對於歧視及刻板印象的部分 就修正了許多 沒辦法 這話題實在太敏感了 大家都是能閃則閃 在這裡的人就上到這邊了 我是橘肉謝謝收看 想了解更多沒有用的情報嗎 歡迎大家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喔 橘肉碎碎唸我們下次 往下 跑 六 五 五